上期我们说到啊 这个由于普里马克夫的退却 议会呢 对这个叶利钦的这个弹劾呀 等于就算是失败了 连这个幕僚长啊 优马舍夫都说啊 这个由于这个普里马克夫来了这么一套啊 折腾了这么半天 让他们这些人呢 终于发现我们不能够再任命一个自由派的人了 必须找一个啊 既让这个杜马满意的 也让全社会也认可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人物 当时他心里边呢 是想推这个斯杰帕森 就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个将军身份 以前呢 在这个俄罗斯安全部门啊 任职 而且是高层人 但是呢 他也算是在这个里边呢 最自由派的一个人 跟这个叶利欣啊 一直关系特别好 你别看他在安全部门工作啊 其实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不过啊 这个别人并不认可这个 优马舍夫的这个推荐 觉得呢 他并不是一个第一候选人 因为呢 也觉得这个人呢 比较软弱 不够果断 另外呢 就是对叶利欣这边的这些人的这个保护啊 力度也不够 比如说各种丑闻一出来了 就想让他采取着措施 怎么能够干预一下这个司法的调查啊 什么这些的啊 他总是说这个有反法律 我做不到 弄得呀 这个尤马舍夫后来 也对这个 这个司啊 我们就说他司吧 还得明天难念了 产生怀疑了 而且后来啊 又发现啊 这个他呢 跟那个丘贝斯啊 现在走得特别近 丘贝斯是以前的那个 克里姆林宫的参谋长啊 应该是就是那个 推行俄罗斯私有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棋手 到了后来呢 到六月下旬的时候呢 他们还考虑过另外一个人 就是一个叫 阿克消联科的 就是当时的铁道部长 可是啊 这个叶里钦啊 观察了他们一段时间啊 发现不行 就这个人也不合自己的心意 普加乔夫说啊 这个他觉得啊 因为这个是他把这个普京 从那个圣彼得堡那发掘出来的 哎 完了给他割的 克里姆林宫啊 一路的慢慢慢慢往上升啊 他觉得这普京啊 一直就算是自己的徒弟一样 自己说一句话啊 普京咚咚咚就给你去办 去执行下了 而且干脆力巴碎的 他就觉得啊 这一听喝的 好使 这有吗 社夫就觉得啊 他一开始啊 其实对普京啥感觉没有 他因为当时还在推这个铁道部长的嘛 不过他也承认啊 普京特别的低调 而且啊 你一见着啊 谁都觉得这人特谦虚 而且啊 一点野心没有 你跟他说 哎 这事办完了升职啊 不感兴趣 但是呢 他这个工作 确实大家都觉得无懈可击 你只要交代他了 准难干 尤其这油马舍服 觉得他没野心是什么呢 他好 有一次啊 就说 哎呀 这事我给你干完了 干完了你就让我 我辞职了吧 我就不想干了 哎 还还还可以撂挑子呢 结果呢 就这些人呢 就想留住他呀 哎 又给了他一个更高的职位 让他去做去了 所以你一看啊 普京啊 柔道出来的 人家会推会会那个就着劲啊 人家这一点都不懂 再一个普京是街头打架混出来的 就是这种拉帮结派啊 怎么能够最后让自己一点不伤的 最后还能在这生存 呃 你想想这种东西啊 天生的 这个油马舍服当时啊 也觉得呢 这个普京肯定也是民主派的 毕竟啊 这个他对他的老领导 那个民主派的这个先锋 哎 就是当时的那个 彼得堡的那个市长 那忠诚度让大家都看着都觉得 哎呦 天哪 这太难得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11月份的时候啊 97年 普京呢 来找这个油马舍夫 说这个索布恰克呀 好像要被逮捕了 我得救他 我呀 现在啊 我得想法把他给送出国 他听说呢 是当时的那个检察官啊 还有内政部啊 什么联邦安全局联合起来啊 要把这个老领导 哎 给逮捕了 所以啊 普京呢 当时呢 就想我先让你出国躲一段吧 好多人啊 都说 哎呦 你这一下你不就卷进去了 这事那你不就直接 官你也当不了了 结果他说了 官我不做了 我也要保护 索布恰克 普京当时啊 就把他给送到了一个那个 就趁人大家都放假嘛 国庆节 哎 专门找了一个那个私人飞机 把那个索布恰克 给送出了进了 这个私人飞机呢 就是由这个普京的好朋友 哎 叫基姆清科 当时垄断着整个这个彼得堡的石油出口的啊 这个大哼 用他的私人飞机给送出去的 直接啊 先假装病嘛 搁到医院里边 完了以后呢 转移 趁人家不注意 你像那个俄罗斯人 我们说了吗 只要是周末 假期啊 你打死什么事 都不来 多大的事 不加班 哎 我去村里边 郊区我的那个小木屋度假去了 好在啊 这事啊 很快 那个普京把事处理完了 就回到克里姆林宫了 哎呦 弄得那油麻舍夫啊 当时真的是觉得 这哥们太仗义了 所以啊 所有人都觉得呢 就是你将来 以后能保护我 只要咱们混得好啊 我在你这圈圈里边 你有什么事 我把你扶上去了 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利益的 98年的时候啊 当时那个普里马克夫 还当总理的时候嘛 普京呢 就从他的车里啊 给这个油麻舍夫 打了个电话 就跟他说了 说他刚刚跟那个 那个总理 那普里马克夫在一块呢 说啊 我有点急事 我得赶紧跟你说一说 他说这个 普里马克夫啊 让我啊 利用这个 因为当时他负责 这个联邦安全局嘛 他说让我啊 去监听那个 叫亚夫林斯基的一个人 这亚夫林斯基啊 是当时 那个杜马议会里啊 这个自由派 反对派的 那个领导人 对这个普里马克夫的 那个他那波的那帮人的腐败啊 就一直在攻击 完了呢 这个普里马克夫啊 就想 呃 用这个安全局啊 让这帮人把他指控为是美国间谍 结果呢 普京就直接给拒绝了 说这不就回到苏联去了吗 啊 我们这哪能干这种事 为此啊 他说了 如果啊 你叶利钦敢支持 这个普里马克夫的这种事 干下去 那我就辞职 普里马克夫 所以啊 这叶利钦他们这边啊 尤其这个尤马舍夫 他们就觉得 哎呦 普京哦 这个人啊 一个是拥抱民主自由的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人 这个印象就给落下来了 另外呢 就是当时的那个传媒大亨 就是那叫什么来着 别连作夫斯基 哎 我们管他叫什么呀 老别吧 老别啊 这家伙 那个时候啊 那个飘的正是忘乎所以的时候 他觉得啊 这时候完全就可以 因为他控制了好几个那个大杂志 还有电视台什么的啊 呃 尤其叶利钦 他们起来的时候 当时不就是他给捧上去的吗 动着他们几个人啊 合力啊 把那个叶利钦给送到这个克里姆里公令的啊 所以他就觉得呢 我现在可以跟你这个政府啊 讨价还价的 这个叶利钦后来不是呃 做的确实越来越糟糕嘛 他的那个俱乐部啊 就成了一个这个反强硬派的那拨人的一个中心了 等于就是说在克里姆林宫这里边 也是一个呃 就要就什么柔和派一个强硬派啊 两个中心 他呢 就是反对 就是说又回到那种呃 不是这种市场经济或者是自由民主的那种东西了 不过呢 他的这个公司啊 他也手里边也有石油公司 这时候也遭到了这个突击检查了 这不就威胁到他了吗 可是呢 这威胁到他不说吧 他的公司因为跟那叶利钦那个女婿啊 那个石油公司也是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尤其是这个叶利钦女婿有一个公司啊 占着25%的股份 这一下呢 你这不是检察院这一查呀 各方面的这丑闻一出来啊 等于这个人现在就成了不要了 这叶利钦这家族呢 就拼命的想啊 跟他呀赶紧脱钩 我跟这家伙啊 没关系 再一个呢 也是当时传闻啊 他居然只是他自己的那个安全公司 因为他手底下啊 弄了一个那个挺大的一个安全公司 好家伙 那个警察恨不得都都跟他们都都串在一块的 居然窃听这个叶利钦家族的办公室的 这个给安那儿安了窃听器了 呃 再加上啊 就是后来大家都对他的怨气越来越多吧 正好这叶利钦家族呢 也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就把他从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独连体 有一个叫执行秘书吧 这个职位 就给他赶下去了 等于啊 就是这时候 他是开始走下坡了 好多人呢 就是躲还来不及呢 没想到啊 就在这时候 正好是赶上有一次 他这个老婆 过生日 哎 居然啊 普京来给他这个庆祝来 哎呦 这下让这个传媒大红可感动了 就觉得 哎呦 你看看 人家都躲着我 普京这人够哥吗 仗义 居然跑到我这来 让他特别的感动 后来啊 他不是也跑了吗 离开这个俄罗斯了 嗯 还到处跟人说呢 就没我 普京根本就上不去 这倒有可能啊 因为他那时候还控制着很大的媒体呢 嘛 嗯 不过好多人啊 都不认可 哎 觉得那个 你那点作用算个屁呀 但是啊 你真的不能够否认 当时的那个 俄罗斯的媒体 还是互相啊 都有一定的这个自由度的 另外呢 就是老百姓啊 也 那个时候 因为不是这个第一频道 他是 叫什么来着 TVB吧 叫什么来着 那个 那个啊 TVB好像是 等于跟第一频道 俩人并加情趣的 嗯 正好到了夏天啊 这时候呢 这个好多人啊 连克里木旅行感觉都空了 都出去度假去了 这时候呢 这个瑞士检察官那边啊 就那女的庞特 又给这个叶利钦家族打了一下 他呢 还跟那个 这个辞职的那个总检察长的副手 还继续配合着呢 所以到了7月14号啊 这个瑞士检察官就宣布了 说我们呢 对这个24个俄罗斯人 在这个瑞士银行 这个洗钱的事 我们要进行行事立案了 并且啊 就说这个 这些人的钱啊 都是通过腐败 或者是滥用职权 获得的 这下普加侨夫就更急了 这一下啊 所有矛头又冲着这个 叶利钦这边来了 他得立即啊 赶紧的采取行动 他就得啊 必须找一个人 赶紧把这些烂事啊 都能够处理掉 而那个他们当时找的那个 就叫什么 跟那个 就是一开头 那个 就这个老斯啊 这家伙不配合 你知道吗 他老说我这事我干不了 这违法 这个时候啊 这个普加侨夫 突然想起普京来了 他一下子啊 脑子里边就想起 当时就是处理 那个总检察长的时候 面对这个记者招待会 普京的那个表现 震惊 从容 而且啊 干脆 他呢 于是就决定 这时候啊 我得赶紧把普京 介绍给这个叶利钦的女儿 这个塔吉央拿了 因为这个时候啊 这个叶利钦不是身体不好吗 又是疗养啊 又是进医院啊 一会儿又度假村的啊 等于如果你要想 跟叶利钦能够取得联系 只能通过他的女儿 这个普京啊 建完了以后啊 第二天就开始采取行动了 直接把那个就是那个 卢日生科 不是什么卢日生科了 卢日科夫 就是那个莫斯科市长 就是跟那个谁 那个以前跟那个总理 不是联合联手 要打叶利钦那个吗 哎 他妻子啊 你们都一屁股是 他妻子啊 有一个挺庞大的 一个那个建筑起点 查封 开始这个刑事调查了 起初啊 这个叶利钦啊 还对这个普京啊 这个到底行不行啊 一直犹豫不决 所以啊 你看这六月份吧 发生的事啊 一直到七月底 等于是七月中旬 普加乔夫 把他介绍给了叶利钦嘛 哎 到了七月底的时候 这时候啊 正好发生了 这个车臣那边又开始 这个武装袭击啊 各种叛军 又开始活动起来了 到了八月八号的时候呢 那个战斗规模开始升级了 达吉斯坦啊 什么那边啊 全都开始就打上了 这时候那个总理啊 那个老斯啊 就又不行了 你看也是啊 性格上这块就有打最难鼓 干不了了 这控制不住 天天哀骂 我也受不了了 另外呢 就是又听说了 就是这个邱贝斯 已经在开始物色人 来替代这个总理来了 这个邱贝斯啊 就专门跑到这个别墅 来找叶利钦来了 但是呢 保安没让进 只是把他的这个要求啊 和他的这个想法 就通过保安 转告给了那个普加乔夫了 这普加乔夫一听急了 我这会儿干嘛呢 我花了八个月时间 我这培养着普京 把他从那弄过来 我一点一点往上挪 你想真的普京 在这之前 好多俄罗斯人不知道啊 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 就跟火箭去的 进去以后 先是一个那个办公室的 一个什么人啊 完了以后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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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特别快 而且啊 这普加乔夫说了 我现在这外边 这么多的那个丑闻这些事 我在那应付 你邱贝斯跑哪去了 这时候你跑出来 摘桃子来了 你说你推荐一人 那我的权力哪去了呀 那他还会听我的呀 应该说啊 叶利钦这时候啊 认不认可普京 他都无所谓了 因为什么 周围人认可就行了 他没的选择 那时候叶利钦那点事啊 他已经蛮大了 但是啊 好多人并不觉得普京 你即便选了普京 你也不见得能赢 因为那时候叶利钦的支持率啊 已经跌到5% 你想想 另外呢 就是普加乔夫后来也说 他忘了有些人真的给他提过醒 说啊 你小心这个普京啊 是一个两面派 你想啊 那个就是当时他们不是要起诉那个总检察长吗 不是找到了一个那个检察官那个查卡吗 这查卡呀 就跟这个普加乔夫就说过 说你小心这个普京啊 你看你们这儿使劲让我说服 让我起诉那个总检察长 你知道吗 他送我出来的时候啊 他跟我说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做不了 因为我这个职位 我违反法律 我做不了 他就说 我的坚持是对的 否则我就犯罪了 你看 你们那屋里边劝我一块 完了以后 他送我出来的时候 他说的是另外一套 但是那个时候啊 普加乔夫根本就顾不上想这个 因为叶利钦家的丑闻啊 让他根本就考虑不了什么人的人品问题 他就觉得现在这个人啊 听话 另外普加乔夫啊 和这个叶利钦家族啊 都为这个自己啊 在这个申辩 就觉得自己挺冤的 就我根本就不是那个贪污啊 我也不是腐败啊 包括他的女儿 什么花的那些信用卡 那些事啊 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就是 我花的就是我爸 写回忆录的那个版税钱啊 这理由有点 说的时候他信吗 你动不动 每个月花二十多万美元 是不是 你爸他们的那点版税 你再在外边国际上卖 你也能卖得了那么多钱 是吧 到了这个98年8月啊 就是正好不是算是金融危机 这时候已经发生了一周年了 纽约时报又爆出了一个这边的这个丑闻了 就是当时美国执法机构呢 正在调查啊 就是通过这个纽约银行 俄罗斯洗钱 洗了几十亿美元 然后呢 这个调查人员呢 又发现了 其中呢 有一个270万美元 直接转到了一个这个开曼群岛 这个两个账户 就是纽约银行在那儿的账户 这名字直接就是叶里奇女儿和他当时的那个丈夫 那俩人的名字 这普加乔夫啊 后来才回忆 就是普京的那个老领导 就是那个索布恰格 也警告过这个普加乔夫 就是说普京周围啊 他那个圈子啊 不太干净 那意思呢 就是说 不是那种 就有点黑热味啊 或者说有点就是各种的那种钱钱交易的事啊 多了去了 但是普加乔夫理解成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人想进克里姆林宫 我没让你进来 你现在是妒忌这个普京 可是你看啊 普京即便这个老领导对他这样 普京依然还是护着 这老领导他还保护他 所以普利马克福觉得啊 普京这个人啊 太全面了 不错 另外呢 就是这个 你看啊 这个他觉得啊 普京是没野心 另外呢 他觉得啊 你看他动不动就跟我这辞职什么的 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想过 要拿权啊 争权呢 他没想当总理 我们那时候让他当总理啊 真的是架了他胳膊 逼着他干他才干的 而且啊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他们可以控制他 觉得这个啊 就是属于听话的那种听喝的 这不还是被普京玩了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好